谁去了多愁伤感的你 亲爱的小伙伴 我是小维维 校园名谣上世纪90年代 风鸣一时 带给80后90后太多的校园记忆 现如今各种网络口水歌的充斥 再也没有像这样的歌曲产生 今天就带大家来一波回忆沙 看看曾经的校园歌曲究竟有多好听 《新院》这首歌不算是很出名 再加上演唱者也不是有名气的演员 所以呢 最后这首歌也没有大火起来 歌曲中透露着 纯真的学生年代才有的感情 真实的声音 没有录音棚 一把吉他 一段时光 三两青春 见证了一代人的校园记忆 那些永远的那些永远的试验一变一变那些爱我的人那些沉淀的泪那些永远的试验一变一变一变 湖水是你的眼神 梦想满天星辰 心情是一个传说 可知名其他人的温柏一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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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清华大学的一场校园歌手比赛 让这首凄美纯净的《玻璃杯》横空出世 在那个盛行老鼠爱大米的网络歌曲的年代 这首歌简直是乐坛一股清新的风啊 欺人心脾 就算撑满了心碎 也能轻易洒掉装着无所谓 我用手握几只玻璃杯 心痛的忽言一对 就算再洒脱笑得再美 心碎了要用什么来陪 每一只小小的玻璃杯 撑不下太多杯水 多一点爱 就多一点疲惫 撒掉一些 给自己放飞 轻轻悄悄的玻璃杯 总是太容易破碎 撑下了泪水 就撑不下五美 究竟谁 湮灭了谁 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 我许下第一千零一个愿望 有一天幸福 总会听我的话 这首由Fall in Love演唱的 一千零一个愿望 虽然不是一首校园民谣 但绝对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 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 你会响起谁呢 不妨在留言区告诉我吧 让我们下期见 拜拜 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 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 青春是我的充满 我却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 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 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 要勇往之前的飞翔 没有到不了的地方